当队友选出姚妹,就要做好处的准备 没钱牌也就算了,这次龙后期也打不够对面 看样子这把想赢只能靠偷塔 你们看孙上香在上路带线 打野带着辅助中单去反野 然后直接崩了,优势就这样没了 打巅峰赛最怕队友让,然后被对面翻盘 幸好我没跟他们去,直接把下路一二塔拆了 王安星千万要谨记,一定不能让,永远以拆塔为主 巅峰赛的人确实比牌位的人一直要强很多 这里我似乎视野过来断兵线,然后准备把下路高地偷了 就这么几秒钟,对面全部回来抓我,意识确实非常好 不过高地还是被我拆了 虽说我挂了,但这波肯定是不亏的 你们看双方在下路打团,那么上路将被放空,可以偷 当我出现在上路高地,对面瞬间就急了 一星只想回城,这团肯定打不过 对面团灭,这样的话水星直接拿下 不管巅峰还是排位 我们暗信都要把偷塔的贯彻到底 我们暗信都要把偷塔的贯彻到底 我们暗信都要把牧迫住